阿罗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鸡汤 今天这个影片要跟大家分享一把有趣的乌克利利 它的有趣不是在于乌克利利的本身 而是在于它的装饰的工艺 这把琴它来自日本 它是来自香根 Hakone这个地方的 Yosegi乌克利利 Yosegi的意思是祭木戏工 那这个祭木呢,就是游祭的祭 然后木头的木 细工就是很精细的工艺的意思 它呢,这个细木啊 在日本听说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听说从这个17世纪就开始流行 那目前呢 则是主要集中在香根小田园这个地方 他们是属于在神奈川县的西部 我们每次到日本参加的这个 Yokohama的这个嘉年华呢 其实也算是神奈川县 但是它是比较神奈川县的靠海了 那神奈川县的西部就比较靠近那个富士山 都是神奈川县 灌篮高手也是神奈川县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祭木戏工的乌克利利 它呢,上面有很多几何图案 听说这个传统的积木戏工呢 它的图案有一百多种 那这一把琴上面有几种呢 我们来算一下 从这边算过来 这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 然后呢 对,这叫第四种 然后第五种 第六种 第七种 第八种 再算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在这是一个Soprano这么小的这个面板上面呢 它就有八种图案在上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八种图案 每一种大概都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它这个是一个 一、二、三、四 好像这个小方块就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就有十几块哦 它怎么做呢 它这个很复杂哦 它要重复 那重复的时候 它又要很精准 你看起来才会很 呃 整齐 才会有那种树大的 美感 比如说 这个是一个木头 那这是又是一个木头 然后呢 再比如说 这个蓝色的也是一个木头 好 再比如说 黄色的也是一个木头 假设啦 我们把它切成 我们要拼的形状之后呢 然后把它拼在一起 拼在一起 用胶水把它粘合起来之后呢 从这个面上面看 不就是形成那种 三、四个颜色吗 然后我就把它固定好 我用这个胶水之外呢 我用绑袋把它绑好 然后确保这个切口 都是密合的情况下 等它被固定完成之后呢 胶水干了之后呢 我把它拼起来 拼成比如说 这个是一个嘛 我做十个 我把它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砰 拼成十个之后呢 它就变成一个木块 那木块上面呢 好像就变成一个 我们在看到八个图案的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我在中间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案的中间 有一条木线 这中一个木线 分隔线啊 你可以想象它是这样子拼起来的 一 然后再一个一个拼起来 拼成一个叫什么东西 它们会拼成一个叫做总板 种子的种 木板的板 总板 这个总板呢 我在看一个网络上的影片的时候 它们说叫做 Taneta Zucuri Taneta Zucuri呢 就是把这些你要做的 总图案拼起来的一个总板之后呢 假设它是一个 长方形的A4的大小好了 然后呢 我把它总板 那个总板可能有 这么厚 可能有这么高 甚至更高都不一定 这个总板就好像我们吃那个宜兰的 这个 呃 花生糖 春卷 冰淇淋 你知道吗 那个花生糖刨片 然后里面包香菜跟冰淇淋那种 它这个做法 总板呢 就像是把它刨片一样 可是 你说这个花生糖刨片 碎了就算了 这个总板 不能碎 它必须要很小心的把 这里有八个图案嘛 拼成一个方形嘛 我必须把这一片都很平均的 或是至少它不能破碎的情况下 把它刨成一张薄片 那这张薄片非常薄 有多薄呢 呃 据说大概就是0.1公分这么薄 0.1公分就是你那个尺上面的最小最小刻度 0.1公分 呃 这么薄 然后它会因为很薄的情况下 它会卷成一个圆卷嘛 那我们再用这个运斗啊 或是再用一些加热什么技术 把它压平 压平之后呢 它就变成一张木质 0.1公分这么薄的木质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把它贴到 要贴的东西上面 你看这个乌克力的面板 就是贴了这个木质 呃 像是桌子啊 柜子啊 椅子啊 或是镜子的背面啊 或是你的盒子啊 箱子啊 你想得到的这个墙啊 你也可以就是贴这个东西上去 当做装饰 那这个 Hakone呢 它跟呃 台湾的阿里山 还有这个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呢 有这个世界上少有的 枝质型的森林火车 就是上去之后要先Baku 然后再继续往上 它是这样上的 好 那如果你有机会去日本的话呢 可以去一下香根这个地方 你就会看到纪念品店啊 都会在卖这个 Yoseki的这种产品 那据说这个工艺也是快要失传了 所以大概就是全日本可能只剩下不到一百个师傅在做这个东西 那年轻人愿意接手的当然是越来越少 还跟所有的传统工艺一样 那据说呢 有一百多种图案里面呢 它的都是使用这个比较自然的木头来做成的 你看到这些颜色喔 这些颜色都是原木喔 它不是去涂颜色喔 他们说这个像黄色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黄色 比较黄色 然后这里比较黄色的部分 说这个是用 比如说黄色是用那个七束 油漆的漆像这里是黄色 七束 那比如说像是绿色 你看这最后这个是绿色 绿色的部分呢 是用这个水蛆流啊 或是用这个后补树啊 那比如说像深咖啡色 他们可能用像深咖啡色 比如说 呃 这边有这个深咖啡色 他们用一些核桃树啊 槐树啊 或是举木等等的 那比如说白色 像这个比较白 这个比较白 他们用的是这个 张树 或是东青树 或者是其他的像是灯台树什么的 红色啊 你看很多地方是红色 像这个红 像这个红 他们用到了像是什么红木啊 或是一种叫神代的举木 神代举木 或是这个木瓜海棠树等等的 好 在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Yoseki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听一下这把琴的声音 毕竟呢 呃 我们在台湾还是很难得可以看到 这种特殊的乌克莉莉 就算是我去日本啊 他们也不是你在乐器行都可以看到这种乌克莉莉的 所以我们有机会呢 拿到这个琴呢 我们就来试一下它的声音 呃 从做工上我先说 它重量非常轻 它是桃花心木的全单板 那它的重量非常轻的情况下 它的铜条非常细 所以呢 呃 我判断它的声音应该是非常夏威夷 这种传统的 就是traditional的夏威夷的乌克莉莉声音 就是比较当工啊 那也许 呃 我们听听看 这样子的演奏呢 会不会适合这个琴 好 那等一下演奏的时候会把画面切到那个特写 去让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把乌克莉莉的细节 这个木纹哦 你这样远看看起来没什么 近看呢 你等一下再用特写去看 你就会发现跟现在这样看又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木头 它的纹理有点不同 那它很有趣 你细看还是可以看到它这个拼接的感觉 但是你又抓不出它的这个瑕疵 诶 我觉得很有趣 你细看还是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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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分享 如果以后有什么有趣的小东西呢 再跟大家拍影片分享咯 谢谢大家 我是鸡汤 阿罗哈 拜拜 拜拜